尽管特朗普政府今年3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,但美国国务院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,USCC8月6日发布最新报告 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今年上半年继续扩大,已突破1857亿美元,较去年同期增长9% 在服务贸易方面,美国对中国仍然保持顺差,且2018年一季度顺差,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,其中最主要部分仍是旅游包括教育,观察者网摘编 应该报告如下,在贸易战阴影下,今年第二季度,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已较去年同期减少14%,6月份农产品出口额更是同比下降 其中,中国2017年消化了美国大豆,全部出口的57%,而今年以来,中国大豆进口只占美国所有大豆出口的17%,美国大豆价格跌至近10年低点 猪肉方面,2018年以来由于关税造成猪肉价格下跌,同时美国国内猪肉供给大涨,爱荷华州立大学经济学家德莫特海斯·德马斐斯表示,目前美国国内生猪期货价格下跌18美元 这一趋势将导致全行业年亏损22亿美元,美国国内猪肉供应大增,但需求端没有跟上节奏 据美国国家猪肉生产商委员会,NATIONALP.ORKPRODUCCOUNCIL计算 中国和墨西哥对美国猪肉征收的暴富,关税将造成今年40%的出口损失 杏仁方面,中国5月份宣布对该产品征收50%关税以来,杏仁价格已下跌10% 加州杏仁委员会发现,6月杏仁出口额比较同期下降26% USCC报告截图中美两国在此前的贸易谈判中曾一度达成共识,由中方采购美方石油与天然气来减少贸易逆差 这也在数据中有所反映,今年二季度,美国石油与天然气对华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29.4%,金额达27.87亿美元 但随着美方出而反而,进一步升级贸易战,中方已拟定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关税的清单,其中涉及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品 中方购买美国能源类产品的金额很可能减少 在服务贸易上,美国仍持续对中国保持顺差 数据显示,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今年一季度达17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%,顺差达12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.4%,双双创历史新高 其中,旅游业包括教育仍然是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最大头 今年一季度,该向美国对华出口额高达10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.8%,但增速出现现诸放缓 USCC报告截图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万钊 同样注意到,中国对美国贸易差中旅游,一向不同寻常的高比例 他在个人微信公号中分析称,这可能与资本外流因素有关 因当我们知道,近年来中国的服务转为大额逆差,而且逆差不断增长 从服务向下的主要科目上看,服务逆差的主因是旅行 另外,加工服务的顺差略走低,运输逆差保持稳定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逆差略收窄,知识产权使用会逆差略放大 但是中国的旅行逆差是在2014年突然放大,而且逆差持续扩大 这种现象还是有些奇怪,因为旅行需要人亲赴海外,牵扯到休假,购买机票,旅游记等 虽然中国现在出国游非常火热,但是在短时间内,量级突然放大还是有为常识 因为笔者认为,近期旅行逆差的放大,有居民资本外流的因素 如果我们对2018年一季度各个国家的旅行科目做一个国际比较,可以看到旅行科目的最大顺差国是美国,最大逆差国是中国,而且的中国的逆差规模显得非常特殊 中国人有这么喜欢出国旅行吗?图,旅行科目的国际比较那么综上所述 我们有如下结论,中国2018年一季度经常项目,出现了大额逆差 一部分原因是货物顺差的下降,其中,加工贸易顺差保持稳定,一般贸易顺差下降明显 另一方面原因是服务逆差的增长,其中主因是旅行逆差,其中混杂了普通海外旅行,海外代购,居民资本外流等因素 住,万昭所引用旅游一项数据,中可能不包括教育,统计口径有所不同 I.AndAnd报告还分析了贸易战,对中国造成的困境,趁中国政府目前正努力应对影子银行和债务风险 与此同时,上证指数自今年1月的阶段高点一路走跌,目前已跌至两年低点 采购经理指数,PMI也处于5个月低点 同时,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出口需求连续两个月放缓,进口则出现5个月来首次下滑 贸易战显然对这些情况的改善并无帮助 报告还关注中国GDP增速放缓,投资,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失去动力 政府去杠杆措施,债务与GDP值比继续攀升,以及近期人民币贬值等内容 报告还提示,需关注中国操纵货币 英文报告全文,中国官方近期也发布了相关数据 中国海关总数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上半年总体贸易顺差9013.2亿元 约合1320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收窄26.7% 其中,出口7.5亿万亿元,增长4.9%,进口6.6亿万亿元,增长11.5% 我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,对中东欧国家进出口增是较好 上半年,我国对欧盟、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5.3%,5.2%和11% 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1% 同期,我国对中东欧16国进出口增长14.7% 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6日公布今年二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 今年二季度,我国经常账户由上季逆差341亿美元转为顺差58亿美元 从二季度数据看,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1042亿美元 服务贸易逆差737亿美元 有专家认为,上半年经常账户少量逆差,属于基本平衡的范畴 从网年数据看,通常是下半年顺差幅度要高于上半年水平 虽然上半年经常账户是逆差,但二季度数据已经出现由上季度的逆差转入顺差 预期在未来两个季度内仍将保持顺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